竹葉湯呢 我們用這個你看有葛根 預防它有鋼筋 因為有中鋒嘛 鋼筋 那個防鋒呢 是通力三交的 我們方義書上寫得很清楚 那為什麼要用截梗 因為你病 病人那個生完小孩的婦人呢 都有虛熱 有的是時熱 像這個講的是虛熱 那都會帶有一點絲 都會帶有 因為絲在流汗嘛 所以會用截梗來排痰啊 排絲 防解來通力三交 這個處方呢 用的也蠻多的 很多太太會有這種現象 那一般來說 你只要用到腹子 這個是泡腹子 一般來說手腳是冰冷的 所以你也可以問他你如果說 你不知道他虛熱還是食熱 你可以問他 你呢你這個 身體又常常頭痛啊 這種頭痛不是很嚴重的頭痛 輕微的喘 你問這個剛剛生完小孩的太太 請問你口口喝你想喝熱的水還是溫的水 我喜歡喝熱的 我喜歡喝那個熱的白虎湯 我喜歡喝溫的水就是竹葉湯 代表胃是冷的 人體反應很奇怪 裡面是冷的時候他就會想去喝熱的 裡面是熱的時候就會想去喝冷的 所以你外症表面上看的時候 你以為是熱的實際上是假的熱 所以我們會問病人口可不可 尤其是胃方面 很明確的可以知道 那一般虛熱的人呢 都是喜歡喝熱的 那個食熱的人呢都是喜歡喝冰的 這個竹皮大丸呢 在金方裡面是很有名的一個處方 專門給這個太太 這個生完小孩以後 在餵母乳的時候 那餵母乳的時候呢 這個有虛煩的現象 虛煩 產生虛煩的原因是什麼 比如說這個媽媽 她的奶水今天產生一升 可是這個baby呢要喝三升 就是你的產奶的量 沒有辦法應付你的小baby 或者是你生了雙胞胎 那不夠奶水不夠 這個時候呢就是竹皮大丸 這種症狀 那因為乳中虛啊 身體虛啊 所以排乳量不夠啊 虛你就心裡想奶水不夠 凡亂偶膩 安中益氣 那竹乳啊 石膏你看一點 桂枝白尾呢還有甘草 這個是粉末 用粉來做 用粉末 這個 這個白尾呢 專門是入陽明經的 好 陽明經 病人虛弱的時候 經方呢 用桂枝 甘草 用心肝發善為陽 好 那白尾呢 是陽明經的虛熱 虛熱 那生竹爐呢 竹爐是我們常常用上面 口渴 糖尿病的時候 我也會用竹爐 這個竹爐很好用 這三膠系統 淋巴系統 我們的腮腺腫起來 甲狀腺腫起來 這個淋巴腺腫起來 都可以使用到竹爐 竹爐 乳房的硬塊也可以用到竹爐 所以竹爐呢 能夠這個通立三膠 通立三膠 通立三膠 對 能夠這個去他的絲 類似房戟 類似房戟 那一般 我們遇到這個孕婦呢 生完小孩以後 為了母乳 奶水不夠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病人呢 多吃一點魚 魚 能夠補這個 這個奶水 那你也可以用一些 這個 這個四五湯 比如說 當歸 川雄 韶藥 熟蒂 加一些 這個 那個 四菌子 用八蒸湯 比如說用人參 白竹啊 茯苓啊 甘草 那如果你用這些藥 再煮一些 燉一些老母雞吃啊 或者是我們剛剛前面的 當歸生薑羊肉湯 那當歸生薑羊肉湯 也會 補血 也會補到這個奶水 那 一般來說 這個 你如果奶水不夠 中藥補出來以後 等到你差不多一年 或者你決定是一年半 一年餵母乳 等到你要斷奶的時候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這個 這個 吃斷奶的藥 你用西醫的退奶聲 打 西醫不知道 心臟在管 奶水 好 奶水 我們有很好的退奶出方 如果你斷奶的時候 你處理得很好 可以預防這個太太將來得到乳癌 有七種癌症後面等到 那 這都臨床上看的 那中醫的觀念裡面認為說 心臟是管奶水管月經 所以 在你要決定停 停止餵母乳的兩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 哇 你有沒有生過小孩的 好不知道 我當然不知道 但是我看過 這個 痛到 那個趁乳頭都會發炎 因為奶水不在那裡出來 那你就不要餵啊 你如果一隻餵一隻餵 你月經就不會來 所以 有的女孩子呢 在餵母乳的期間 有月經的 很少 絕大多數 比如你餵奶 十個月 一年 一年兩個月 餵奶期間也沒有月經的 那我們來處理它的時候 我們會用草麥芽 這個 小麥的芽 當歸 四部湯 五錢啊 當歸兩錢啊 穿穹 二三三二 排勺 熟地 那 這個處方呢 吃下去以後 那奶水往下走了 很快月經就來了 只要月經一來 胸部的壓力就沒有 所以 做媽媽的最了解 女人的奶水就是月經 那西醫 不了解這個 如果 同樣的處方 你現在碰到這個太太 她沒有生小孩啊 她就是乳房痛啊 樹木痛 好 很擔心乳癌 裡面有硬塊 同樣的處方 你可以加竹爐 就這個處方 那 方幾 通麗三交 到 乳房去 那我們的子根 三錢 母麗 用弦 來軟肩 用五錢 好 這種情形 那 如果你用瓦嫩子 我前面介紹過大家 瓦嫩子這個藥呢 是可以去痰 去痰水 痰飲 痰激 那如果 這個停在三交裡面的奶水 都是屬於痰 濕痰 所以我們瓦嫩子去掉 這個處方下去 那你不要去什麼 那你不要去押那個乳房去檢查有沒有乳癌 或者 然後 西醫師 西醫師這樣子 他把你乳房壓得很扁 然後用很長的症狀戳進去 然後做個 needle biopsy 那你如果是我的敵人 我說你幹嘛去做 那如果你不是我的敵人 不要做不要做不需要 你就吃這個 把它清出來 病人吃這個藥的時候 乳房 胸部開始 在動會刺痛 然後硬化會慢慢縮小 速度很快 同時呢 要病人性侵 開廠保持的很好 性侵 不要去想太多 那你生完小孩以後 要退奶也可以用 還有平常 胸部有硬塊 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預防 一個病人得到乳癌的助方 接著下來呢 你如果遇到一個產後的太太 下痢的很嚴重 人都虛掉了 這個是白頭翁湯呢 是熱痢 很嚴重的時候 你白頭翁呢 要加甘草 阿嬌 白頭翁 琴脾 黃蓮 黃柏 就是圓芳 白頭翁湯 再加了甘草跟阿嬌 這阿嬌呢 能夠止血 能夠止血 那也能夠補血 那下痢呢 甘草進去 能夠把腸胃裡面一些素食啊 分解掉 腸胃裡面一些毒素分解掉 所以它有解毒的功能 所以下痢很嚴重 平常如果沒有產後 一般人下痢嚴重的時候 熱痢的時候 就禮極厚重 下完廁所 鋼門還很沉重 這個時候就單純的白頭翁湯 就是白頭翁 琴脾 黃蓮跟黃柏對不對 產後的話 同樣的方法 加甘草跟阿嬌 阿嬌就是阿嬌的補血 所以當你要補血的時候 阿嬌都不要去煮它 不要去煮它 好 就是熱痢 這是白頭翁加阿嬌糖疹 好 等一下 好 接著下來呢 大家看夫人雜病 這個雜病就是很多的婦科的病 一個太太呢 小姐 中風七八日 蓄來寒熱 寒熱一直沒有去啊 忽冷忽熱啊 有的時候好八座有十 有的時候又不好 有的時候又好 月經正好來的時候 這時呢 熱入血四 在三寒六律介紹過了 這個血會結到 所以會有如虐的狀態 它就是忽冷忽熱 這樣好像虐疾 賣小財乎湯組織 所以當你一個太太 我前面就跟大家講 正好月經來的時候 來的時候得到感冒 所以女人呢 你只要問她 這個感冒了 你月經來了沒有 正好感冒 你就不要懷疑了 就開小財乎湯 好 當場就會好 好 因為小財乎湯呢 本身和解少陽 財乎入三交入肝菌 所以肝是不是直接經過 這個子宮 所以說用小財乎湯 我們常常會看到 有的人呢 白晝看到 白天看到鬼 你看 婦人傷寒發熱 得到感冒了 太太得到感冒 月經正好來 就晝日明了 白天很好了 到了黃昏的時候 發詹語了 開始亂講話了 所以如見鬼狀 所以諸位呢 你如果看到一個 男的跟一個女的 兩個都在發 發狂奔走 在發詹語 你要先問清楚 你到底月經有沒有 像一般來說 大臣去湯汁也會有詹語啊 嚴重的時候 這個大腸的找性呢 會跑到頭部去 詹語 那來呢 看到鬼啊 這個為什麼會看到鬼 我們這個破這個字呢 白天見鬼 所以我們最好盡量不要用簡體字 用反體字比較好 那你白天都看到鬼了 所以你這個 大家千萬不能誤解 所以你如果當醫生 如果剛好一男一女來 兩個人都看到鬼 對不對 你不要擔心 以為是這兩個人都看到鬼 我肯定有鬼在這裡 那你心裡有鬼 絕對不是這樣子 一個是月經正好來的時候 得到感冒傷寒 這個呢 大成績方針 所以你不要想說 哎呀糟糕 連續兩個人跟我說有鬼 這肯定有鬼 你這太差了 沒有辦法分析 這種呢 熱入血世 看到肚子黃昏的時候看到 無犯胃氣及善惡交 必治癒 這個會治癒會好 但是你開小菜無湯 不要等他治癒 不然的話他回家都看到鬼 他跟他先生兒子說 我看到鬼 這不好 那到底有沒有鬼 我們不做評論 再來呢 這個婦人中風 這個中風就講了 三寒論裡面的中風 現在是太太呢 中風 發熱二寒 精髓是來 你看 剛好就月經來的時候 得到感冒 簡單講就是這樣 得到七八天呢 熱除 發熱沒有了 麥子生涼和 胸血滿如結胸壯 就是 樂間胸血苦滿 哏在中間 那詹魚呢 得為熱入血世 一樣是小財無湯症 那 當中你說 刺其門 隨其死而取之 這是因為乾氣很膩 那種砸其門 那你不用啦 不用砸其門 萬一你砸錯其門砸到很遠 病人還是出去還是如見鬼狀 對不對 一般來說 這個是兩個樂 小財無湯症的附陣呢 就是胸血苦滿 樂骨的下方 腸滿 小財無湯用的時候 一症 只要有一症出現就可以用 比如說噁心 就可以開小財無了 在這個三寒論裡面就是噁心 小財無湯 或者是往來寒熱 胸血苦滿 那往來寒熱還不一定小財無湯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桂子二麻煌一湯也是往來寒熱 還有桂子一麻煌一就是看 寒多熱多是相等的 因為麻煌二 桂子一是寒比較多熱比較少 桂子二麻煌一是 這個 這個熱比較少 含比較少熱比較多 那 就容易搞混 所以實際上你只要看到往來寒熱 加一點點胸血苦滿 就可以處方了 最明顯的財無湯 小財無湯就是胸血苦滿 你看 陽明病 陽明病兩種 白五湯症 跟陳七湯症 病人 陽明病呢 又有下血沾雨 排出來的血 下陰部排出來的血 又沈魂沾雨 胡言亂語 這就是熱入血世 淡頭汗出 當刺齊門 熱入血世都是 在女孩子家 在月經 正好來的時候得到感冒 所以你們月經來的時候 最好衣服多穿你或是什麼樣子 這樣子 那 當然 你平常就把身體保養了 不要隨便亂吃吸藥 也不會感冒了 當刺齊門 這個 這個 條片呢 這個 這個半夏厚補湯 我用了很多 跟這個 後面的乾麥大早湯號 那個很普遍的藥 這個半夏厚補湯呢 注意看 好 它寫的 婦人 煙中如有制服 就是 喉嚨裡面有一個眉河氣 一個東西一直趕在那邊 或者是很熱 好 兩個裡面有個 這個好像有燒爪趕在裡面 或者是 我剛剛講的眉河氣就是 怎麼咳怎麼吞 就是喉嚨裡面一個東西擋到 好 這個叫做 半夏厚補湯 那 臨床上的時候 有一個很特殊的症狀 你沒聽到這個症狀 你就可以開這個藥 就是 病人會跟你陳述 我好像覺得 有人把我心臟炸入 過到我的心臟 就是半夏厚補湯症 為什麼是這樣子 好 你看這個處方 所以大家最好 了解一下方譯 我們有茯苓 跟生薑 是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胃中 有停水 所以我們會有生薑 有半夏 對不對 好 那半夏為什麼 去檀 去水 這個半夏呢 除了去水以外 還去檀 好 去檀 後譜呢 能夠尋氣 好 我們喉嚨這邊呢 人的喉部 這是臉 喉部這個地方 是氣脈要經過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常常會使用這種 後 那半夏呢 是底檀 好 去他的檀 浮林呢 去他的水 這個蘇葉呢 好 能夠行廢氣 廢得去 如果說 你用的是麻黃 麻黃是發表 就是整個肺在動 如果你只用在喉嚨這邊的時候 用蘇葉 用蘇葉 好 這個 那 這個藥 除了 我剛剛這個地方 太太小姐 也常常有個喉嚨裡面哏到個東西 就是因為氣擋到 實際上還沒有東西在裡面 是個痰在裡面 那一般來說 得到 為什麼當中你在富人篇才提出來 因為以前呢 這個太太就坐在房子裡面 很少出門的 都悶在房子家裡面 不能隨便出門 因為門窗打開 一看到看到有個男的在外面 給那個男的看到 你要嫁給他 那萬一那個男的很醜的 對不對 我不要嫁給他 那你給他看到啊 以前的規矩很多 所以說 太太就悶在家裡面 做刺繡啊 一些工作 那悶在裡面 就得到這種問題 想了太多 或者情緒比較 愚貌 愚悶 都會有這種 那半下後補湯呢 你看這個 重用半下 半下呢 五錢 後補三錢 佛林四錢 深江三片 這個蘇葉呢 兩錢 蘇葉非常的輕 所以他的兩錢 就一大包了 你不要說 哎呀這個 這個比較多 實際上你要蘇葉兩錢的時候 比半下五錢的量還大很多 所以你如果聽到個太太跟你說 奇怪啊 我這個 東西吃東西都沒有問題啊 可是喉嚨裡面好像 老實感覺到一個東西 就是已經 他已經告訴你 你給我半條糊補湯 好 這個處方呢 該賣大早湯 一般人呢 應用的範圍 就是 只侷限於這裡 實際上不止 好 這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婦人葬照 這個葬指的是子宮 如果不指的是子宮的話 男人也要需要吃這個乾麥大早湯 這方面子宮太乾了 也就是說 他這個 陰部呢完全沒有經驗 都乾的 悲傷欲哭 相如神靈所做 素欠喜身 乾麥大早湯組織 這個就是這個太太呢 她常常好像 你看她很詭異 常常會 她也認為你是鬼 或者她覺得對你很有敵意 然後她的思想方面呢 這個 這個想法 完全不是正常人的想法 好像神經病一樣 那常常呢 在派對 深圳派對的時候 什麼時候很好啊 她三代同堂 先生孩子都很好 什麼大家都沒有問題 有沒有欠債 有沒有什麼黑道 上門上 有沒有什麼電話詐騙 她都很好啊 她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眼淚就不斷地交出來 這就是悲傷欲哭 你問她這個太太太 太太什麼都很好 都很好你為什麼哭 不是我沒有辦法控制 眼淚就要掉出來 為什麼 因為脂障罩 因為整個下膠子宮 陰道這邊整個乾燥的 乾燥的時候 她的經驗呢 從潤脈從充脈下來 沒有辦法進來 回膩上去 回膩上去以後 從眼睛就出來 很好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她就是會 不在那裡 常常流眼淚 常常在一個人在 悶悶在那邊哭 那有的時候呢 你很可怕 你到家家裡面去拜訪 就看個太太在那邊 趁個脈在那裡哭啊 對不對 怎麼鬼啊 那就是乾燥大早上 這就是講的乾燥大早上 還有一種情形 在臨床上用的時候 我們再回到剛剛前面 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這個乾燥大早上 各位看呢 小麥 乾草 紅棗 都是乾味的藥 什麼叫做乾苦疾 疾食 乾已緩之 臨床上看的時候 小朋友的癲癲 癲癲就是疾啊 煩躁啊 所以癲癲上用 使用乾麥大早上的時候 效果非常好 尤其是 這個小孩子 發燒過 比如說得過高燒 腦筋燒壞掉 從發燒過以後呢 就一直在發癲癲 那我就常常開那個乾麥大早上 所以說 不管男孩女孩 發癲癲的時候 我會用乾麥大早上 因為苦疾 還有婦人 葬兆 我們用乾麥大早上 那 這個 我們過去 這個 日本的金方家 也會叫 腹症其染 他在腹症 專門是做 腹症 肚子的診斷方式 乾麥大早上出現的時候 尤其是小孩子癲癲 你摸他的腹筋是這樣走的 壓壓 他直的 很硬 都是一條條直的上來 乾麥大早上出 因為苦疾 苦疾的時候 他裡面的精液不夠 精液不夠 精液不夠的時候 我們要乾胃來補他 那效果好不好 很好喔 連續吃 吃到他肚子筋沒有了 電腱就好了 所以 看起來是三味藥 老實是三味藥 小麥耶 乾草 大草 我不要說我們當藥吃 平常我也來煮小麥粥吃 可以啊 他都可以治病 為什麼 就是因為肝胃 肝胃 肝胃都能夠形揚 所以這個藥非常好用 你有沒有聽過人家吃肝草死掉 吃小麥死掉 對不對 大草死掉 對不對 你不要去考慮他有沒有毒嘛 你想想看 就是這些 繼續也好 介紹之前呢 我再回頭跟大家講一些 因為今天可能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可以多講一些沒關係 一些很特殊的 對於一些處方的看法想法 當我上次跟大家講 半校後補湯的時候 有個很特殊的症狀就是 病人感覺到說好像有人 伸到他的手伸到那個胸腔裡面 把他的心臟握住 當你的病人告訴你這樣子的話 他會有這種症狀 意思就是半校後補湯症 為什麼會有這種症狀 好 是因為你看他這個處方 從處方就可以看出來 半校後補湯 之所以婦人會有 因為婦人他以前在做針線 在家裡面運動出去運動很少 所以說他做針線有時候口渴啊 悶熱啊就是在裡面喝水 所以他沒有動 水就停在胃裡面 所以我們芙苓跟生薑 是要去除胃裡面的停水 那這個胃裡面的停水 如果你不去掉 他一直停在裡面的時候 這個水是寒的冷的 心臟是火 水火是不相容的 所以當你的水到了一定的量 可能剛開始一點量沒有影響 可是到了一定的量以後 就會反撲到心臟 反撲到心臟的時候 等於是水去澆火 把火要澆滅掉 所以就感覺到心臟收縮得很厲害 就有一個人手把你抓住一樣 所以病的源頭 是胃裡面有停水 這是我們知道 半校能夠把痰去掉 因為婦人呢 他喉嚨裡面感覺一個東西 哽在那邊 他平常這個屋主嘛 鬱悶 床戶不能開 看看外面的世界 被人家看到要嫁給他 對不對很可憐 所以說只好用這個痰 我們要用半校把它痰去掉 那後補能夠降這個逆氣 因為他水往上走的時候 會影響到心臟 那個氣流往上衝 能夠降他的逆氣 書葉呢專門開肺 專門宣肺 喉嚨 這就是他造成 這個處方的來源 就是因為處方的來源是這樣子 當你知道處方的來源以後 有些特殊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老師這個半校後補糖 原來就是因為主要的病因 是在胃裡面的停水沒有排掉 造成這種現象 所以有人告訴你 有人抓了我的心臟 結束了 處方已經開完了 當然你還要假裝一下 舌頭我看看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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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便的胃口如何 假裝一下 不能馬上就結束 太快也不好 有時候反應太快 病人會覺得你 這個醫生很差勁 這個乾麥大早湯 我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像我們的同學 上堂課聽完以後 這是我們家小孩子的症狀 癲癲 吃下去以後 馬上開始下粒 一直在拉肚子 那你想想看 這乾草小麥紅棗 怎麼會拉肚子呢 當我們出現一種癲癲的症狀 五條 這叫做腹經 非常的急 因為經急 所以我們要食肝 緩他 食肝未來緩他 這個經方裡面呢 就在這個地方出現說 悲傷欲哭 像如神靈所作 肅欠洗身 這個人發癲癲的時候 突然躺下去好像丟高啊 好像被鬼附到身 然後開始吐研磨啊 眼睛往上掉啊 像如神靈所作 就是乾胃 同時抽絮的很厲害 荊棘 結果他吃這個藥下去 你去藥房去抓這個藥來吃 你不用吃 想也知道 吃這個怎麼會下粒 可是病人會下粒 為什麼 因為當你把腹經 這個荊棘去掉以後 這個是完全是乾胃的 肝胃的東西一進入身體以後 肝會生心 就是生精 精是肺 所以病人原來癲癲的時候 喉嚨裡面會發作的時候 喉嚨裡面很多痰 痰炎用腮 好不斷的呼嚕呼嚕的叫 這個時候你的肝胃的一下去以後 新的經驗會生出來 新的去取代 舊的 新的去取代 舊的這個定義就是新陳代謝 所以你不用開 比如說我們有控炎丹 我們有很多低痰的 驅痰的藥 你不用開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